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万一买了桃源飞北海道的机票 二月开始疫情爆发 他向乐陶客服询问退费 客服说只能退成点数 没想到点数效期只有六个月 七月遇到第一次到期 他就是说因为那个点数不用的话 就会过期 所以我得把那个点数 在过期之前先用掉 然后再退 然后再把它再取消 再延期一次 如果可以的话 对啊 退费 你是觉得 不过我一万块还在那边 陈情人为了延长点数 只好把原本的点数 改买这张桃源的大阪的机票 他贵了十几块 自掏腰包 有网友换到 比原价更便宜的机票 多不退 少要补 当场亏了几百块 最后换回来的是下个半年的点数 无限次来来回回 直到真正可以飞出国 但在目前的状况 我们点数还是没有办法退成陷阱的 这个人是 就是 根据本来的条款就是不能退的 对此乐陶回应 目前只能按照公司的机制来办理 但网络上不少网友抱怨 花好几万刷卡买票 最后只能退回有效期的点数 何时能够出国不知道 还要注意机票 点数过期了没 省得几万块全部泡汤 三天新闻 邦伯峰 陈家伟特别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